近年来多个驻日美军基地周围的水源频频爆出有机孵化物超标 附近居民发生血减异常的情况 据日本媒体25号报道 即驻日美军设在冲绳的基地周边多处水体 被检测出有机孵化物超标后 冲绳县在全线范围内启动了土壤和水体调查 以确定污染源 报道称 这是冲绳县首次在全线范围实施土壤和水体调查 调查人员已于21号在北谷丁 加首纳丁和独谷村采集水体和土壤样本 全线所有区域的样本采集工作计划在11月底前完成 调查结果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公布 冲绳县每年对美军基地周边地区的水体开展两次调查 最新调查显示 美军基地周边44个受检地点中 30个地点的河水或泉水的有机孵化物超标 其中 加首纳基地附近一处泉水中 有机孵化物含量是日本国家标准的36倍 专家指出 如果长期大量饮用受有机孵化物污染的水 可能影响生殖健康和儿童生长发育 甚至引发乳腺癌 前列腺癌等疾病 冲绳县一个市民团体今年2月发布的调查结果就显示 美军冲绳基地周边居民约40%的血减结果异常